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晨 大家好 歡迎收看《信望早思有計》 今天請來豐盛金融資產管理董事王國英 跟我們談談今早大事表現 Alex 早晨 早晨 市場衷憬聯儲局維持量化寬鬆措施 美股昨晚全線做好 導致首次收在16000點之上 看今早早港股方面 昨天見到整股後 今早早表現不錯 行至高開過百點 現在在哪個位置比較有阻力較大 即市可能23,800會有少少阻力 大位當然是24,000 暫時看來 氣氛雖然轉了少少審慎 尤其是科技股可能騰訊那些 暫時不會怎樣升 但是如果這樣看來 中資股仍然很有動力 照價上升24,000的機會都依然比較高 有報導指說 匯控會計劃在未來幾年 發債融資最多200億美元 用來提升符合新資本的監管要求 看今早匯控股價變動不太大 但你認為如果這個是熟實消息的話 對匯控的財務幫助有多大 或者匯控未來的股價情況是怎樣 我想你也是符合要求 市場都不會覺得很奇怪 但是我覺得匯控應該會是一隻 不會升得太多的股票 也不會跌得很多 比較悶悶的股票 回復以前比較淡靜的情況 我覺得那個增長動力又不是很大 但是也不會轉得很差 所以我覺得整件事是中性 股票也不會很特別強 另外想問一下 憧憬人民幣有升值加快的情況 航空業的外債 大家都想著外債可能會減少 看回內地航空股 在這兩天已經升了不少 現在的情況就開始見回落 你看回內地航空股是投一投 還是投資者可以在這時間追入呢 我覺得就不要追入 因為這個反快要上升 其實比較難些 升了兩天之後 其實都已經差不多 長線來說重股機會不大 始終不利因素 好像高鐵 本身的價格戰 這些都不會消失 所以我覺得那個重股空間其實不高 Alex 今週有沒有股份推介 我覺得可以駁一下江西銅 最主要是野煉邊際利潤 可能機會好一點 尤其你見到其他周期股 和煤股都忽然之間競升 雖然雙品價格可能都是軟 但是我覺得這個價位 已經反映了幾多不靈因素 不是怎麼升過 那些短前投機價值 Alex 你有沒有持有上述的股份 我自己個人和我的客戶都持有江西銅 其他都沒有 我們多謝Alex 的分析 我們下星期再和大家見面